三岁奶团子只是谈着师父要零食 不料师父竟直接将宗主之位传给了 随后就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 奶团子以为师父在和他玩离家出走的游戏 但直到三个月后 奶团子将所有零食都吃完 才明白师父是和师兄们一样都死 看着破败不堪的宗门和空荡荡的零食库 奶团子并没有感到绝望 反而还背起自己的小包袱开启了正前之旅 奶团子成功到达山下 看着空荡荡的路口 低头小声嘀咕道 师父肯定是骗人的 我要不然还是回去吧 这么想玩 奶团子的脚就开始往回去的路上走 可是还没跨出一笔 身后突然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 奶团子皱着没转头看去 就看见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车 车窗还开了一半 一个长相俊秀的男人正惊地盯着奶团子 然后男人打开车门 走到奶团子面前蹲下身子 小孩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奶团子看着眼前奇怪的男人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是小孩 我要去找爸爸妈妈 奶团子按照师父之前和自己说过的话 完整叙述了一遍 男人点点头 一本正惊地对着奶团子开口 我叫姜挺 我可以送你去市里 姜挺往市里的方向指去 也不管奶团子能不能看得懂 还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他 奶团子仔细盯着姜挺的面容看了一遍 再看见他脑门上淡淡的黑气势停留了一遍 紧接着点点头 姜挺伸手抱起面前的奶团子上了车 车上 姜挺开着车 开始不断地找话题 可无论他怎么问话 后座的奶团子都不搭理他 自顾自地摸着怀里的猫咪 两个小时后 车子终于到达了市里 原本姜挺是打算直接送奶团子去警察局 可在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 奶团子像是被什么吸引的视线 然后对着姜挺开口 快停车 我想下车 姜挺急忙踩下刹车 回头看向奶团子的时候 就看见他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地方 那一片是住宅区 看着奶团子的样子 姜挺还以为奶团子住在那里 停下车后 姜挺把奶团子抱下车 有些不舍得摸了下奶团子的头 这几百块钱你拿着 买点好的吃 奶团子看了看姜挺 又看了看手里的钱 面上闪过一丝挣扎 最后奶团子闭上眼睛 语气急促说道 叔叔 你回去的路上不要走瞧瞧 姜挺闻言有些疑惑 奶团子怎么会知道自己回家要过桥呢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 奶团子就已经跑没影了 姜挺无奈地笑笑 随后上车继续往前开去 而某个跑远的奶团子 一手一个烤肠往嘴里塞着 他在吃的同时 也不忘给旁边的黑黑塞了影 等到吃得差不多之后 奶团子望着比自己还高的烤肠机 眼睛亮了亮 然后奶团子推着烤肠机就往前走 作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当然是会努力挣钱养宗门的 走走过过 不要过过来 买烤肠送当当一挂了 另一边 姜挺正开着车往家展去 在即将上桥的时候 姜挺的脑中忽然想起奶团子的话 看着不远处的桥 姜挺咬了咬牙 引起的连环车户 站在原地 姜挺的身上都被吓出一道冷汗 如果不是自己在这边犹豫了半天 那么现在他应该也在这座桥上 想到这里 姜挺飞速坐上车 往之前奶团子下车的地方开去 而这边的奶团子 秀起的小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他肉呼呼的小手摸了摸一旁又嘴头 飞飞啊 为什么没有人找我算了 就在奶团子以为不会有人来的时候 忽然一个大姐蹲下身子和奶团子平视 她看了看一旁还在工作的烤肠机 又看了看被太阳晒的小脸葱红的奶团子 小朋友 你大人呢 奶团子歪着头抿着小嘴说的 当当就是大人啊 说着奶团子指了支烤肠机 阿姨要来一份烤肠吗 当当的声音带着还没散去的迷雾 听起来软乎乎的 大姐立马递给当当五块钱 那来一份吧 收下钱之后 当当点起小脚开始打包 正当大姐拿着烤肠准备离开的时候 当当伸出小手拉住眼前的人 她歪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开口 阿姨 买考长送当当一挂 大姐愣了一下 然后笑弯了眼睛 好 那你就给阿姨算一挂吧 大姐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奶团子 丝毫不觉得她说的话有什么不对 当当奶团子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她努力抬头观察大姐一番后 当当再次开口 阿姨 家里的姐姐威胁 回回 大姐闻言有些猛 她家里就她儿子一个 怎么会有姐姐呢 她拉住当当的手还准备问什么 但是当当忽然变得焦急起来 小乃英急得有些嘴瓢 姐姐 宝宝 谢 原本大姐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宝宝这个词一出 大姐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家儿媳妇不是怀孕了吗 她看着当当犹豫了一下 但宁可姓其又不可姓其物 小朋友 阿姨有事先回去一趟 你赶紧回家吧 说完大姐就急匆匆地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当当蹲坐在地上 悠悠地叹了口气 嘿嘿 你说我这算是低卦吗 而姜挺开着车赶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小小的奶团子 非要装成一副老成的样子 当当正在思考自己晚上该去哪里 忽然就感觉眼前头下一片黑暗 她奇怪地移了一身 小脑袋努力抬头看去 是你啊 姜挺蹲下身子揉了揉当当的头发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呢 姜挺心里想着 无论这个奶团子有没有能力 她都应该谢谢她 因为要不是她 自己可能就不会出现在这 可是听着姜挺的话 当当有些犹豫 师父之前说过 蜈蚣不受禄 是不能随便麻烦别人的 注意到她纠结的眉毛 姜挺轻轻笑了笑 你刚才帮了我 要不是你 我现在都受伤了 所以你跟我走算是我报答你 姜挺尽心尽力地开始 忽悠眼前的奶团子 三岁还没到的奶团子 根本经不起大人这帮忽悠 尤其是经历过社会独打 只见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好吧 那我先偷扰几天 姜挺也没反驳他的话 抱着奶团子就上了车 我叫当归 今年三岁了 车上 当当正努力向姜挺介绍着自己 看着他奶乎乎的样子 姜挺忽然不想把他送去警察局了 算了 自己的弟弟就是警察 让他帮忙查查吧 车子一路开到姜挺的别墅 然后姜挺拉着奶团子上楼 推开一个房间 暂时就住在这里吧 来得有些匆忙 我还没收拾好 姜挺站在门口盯着眼睛的房间 越看越不满意 过了一会他低头又开口问他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睡呢 可他转过头去没看见奶团子 再一看 原来奶团子趁他不注意 都已经自己上床睡着了 姜挺无奈地摇头 上前替他盖好被子 然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离开 第二天的时候 姜挺正准备敲门喊他吃饭 可门敲响了之后 等了很久都没人开门 一转头 只见奶团子正推着 比自己还高的烤肠机往外走 身旁的黑黑还用小脑袋 帮着他滚着烤肠机 姜挺连忙开口 当当 你要去哪里啊 听到声音 奶团子停了下来 转头疑惑地看着姜挺 一旁的黑黑野神同步 他松开面前的烤肠机 小幅度地动了洞酸色的手腕 叔叔 我要去卖烤肠送挂挂 当当说得很认真 根本看不出开玩笑的意思 姜挺愣了一下 然后急忙上前拉住当当的小手 在脑中飞速想一下 自己该用什么方法 来让这个奶团子别出门 脑中忽然闪现出 那些短视频平台的主播 姜挺飞速地开口 当当 我有个办法能让你不出门 就可以算挂 赚得还比卖烤肠多 姜挺拿出了一部新手机 递给当当 顺便还帮他注册了一个账号 因为当当没成年 所以用的还是自己的身份证 他手指着直播的按键 对着当当开口 你看 只要点下这个 各个地方的人都能看见牛 当当漆黑的眼睛 盯着面前的手机 十分认真地学习了 如何开直播之后 当当拿着手机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顺便还抱走了地上躺着的黑黑 临近房间前 当当对着姜挺晃了晃手里的东西 叔叔 等我赚到钱钱还牛 回到房间里 奶团子选择一个 光线充足的地方摆好手机 接着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然后抱着黑黑开启了直播 直播刚开启 可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 突然一个叫江大帅哥的IP飘铛 当当 过会就有人了 当当认出了这是姜挺 他给自己设成了管理员 他小声地N了一声 低着头默默地给怀里的黑黑顺着毛 然而就在这时候 直播间进来了几个人 怎么是个小孩子 现在小孩子都开直播了吗 不过他好可爱啊 想偷 许是有什么感应 当当在这个时候也抬起了头 正好看见眼前的弹幕 他连忙坐直身体 对着手机奶呼呼地笑了笑 甚至还伸出小手挥了挥 你们好 我叫当当 怎么说话都这么可爱啊 小朋友 你今年几岁了呀 当当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 奶团子凑近屏幕仔细辨认弹幕 我今年三岁 不喜欢麻袋 他说的一脸认真 脸上白白嫩嫩更让人想尖叫 这时的姜挺发现了弹幕不对劲 连忙开始空庭 当当是一名玄学主播 可以帮大家算卦 一个月亮之星即可 看到姜挺的话 当当也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对哦对哦 一个月亮之星 可说完这话 有些人就离开了 不是吧 现在都让小孩子出来骗人了吗 一个月亮之星三千 他明明可以去请 却还要给你个挂 大人呢 拿个小孩子出来 自己当缩头乌龟 不会真的有人信了吗 一阵弹幕飘过之后 屏幕上忽然闪现月亮之星的特效 特效一直持续着 一直刷了十个才停下 不是 还真有人信呢 看看我行吗 分两个给我也好啊 虽然弹幕这么说着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进行 直播间出现了大额打赏 被吸引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当当盯着屏幕看了一会 他眨了眨眼 才按照姜挺交他的 开口说道 你要连麦 还是照片啊 当当边说着 还边做出打电话的手势 当当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出现了 申请连麦的字眼 小小的肉肉手轻轻一点 屏幕就被分成两半 而男人好看 俊秀的脸庞就出现在另一半 你好 当当圆圆的眼睛 盯着屏幕那边的男人 一本正经的样子笑出了声 他靠在椅子上漫不经心的瞇了瞇 但是已经有人认出来他是谁了 这不是金圈太子爷蒋尼吗 不是说蒋尼不喜欢小孩子吗 为什么会给主播打赏 看到弹幕 蒋尼勾唇笑了笑 笑得皮里皮气的 这个小孩看着怪可爱的 然而在他说完的下一秒 当当就再一次开口 你要被人打了 很疼 而且会倒大眉 当当的话刚说完 蒋尼沉默了 弹幕也沉默了 随之而来的是弹幕疯狂地抨击 小孩子不要乱说话 我蒋尼刚夸过你 你最好别不是豪腿 笑死了 谁敢打蒋尼呀 虽然你小但是也不能乱说吧 蒋尼盯着弹幕看了一会 然后看向一直盯着自己的奶团子 你叫当当 你说说我为什么会倒你 又为什么会被人打 蒋尼的语气满是不屑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小屁还能看出什么 当当看着蒋尼没说话 他能感觉到眼前的人不相信他 不过 视线在触及到蒋尼的身后 他缓缓露出笑容 两人对上视线 蒋尼莫名感觉背后一凉 可是直播间的人都在看着自己 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回头 等了一会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弹幕都在哈哈大笑 嘲笑当当被打脸 看到这一幕蒋尼也忍不住笑说 还说小爷被打 我看被打的要是你了 小孩子 别乱说话哦 蒋尼刚说完 面前的当当就捂住小嘴哥哥的笑起来 蒋尼愣了 他笑什么 他疯了 然而弹幕都是 蒋哥蒋哥看身后 蒋哥 有个老头朝你走来了 可无论弹幕怎么提醒 蒋尼都没看见 他正在思考当当为什么笑 你个不孝子孙 你奶奶的坟都被人挖了 还可这次这个大牙笑 这一巴掌蒋老爷子非常用力 蒋尼脸上满是迷茫 他揉着脑袋回头看向自己的爷爷 不可能啊 我今天一大早才去祭拜 蒋尼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委屈 可惜遭受的却是蒋老爷子更重的报答 祭拜 你怎么祭拜 你奶奶的坟昨晚上就被人挖了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祭拜的 蒋尼被打得满屋子乱窜 丝毫没有刚才金圈太子爷的样子 爷爷 我还在开直播 你给我留点面子 可他的话刚说完 蒋老爷子更生气了 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重 开直播 你还好意思开直播 你个不孝子孙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当当适时的开口 他看着屏幕那边 圆圆的眼睛弯起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祭拜错坟了呢 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成功传入蒋老爷子和蒋尼的耳中 蒋尼趁乱跑到一个角落 他捂着头愤怒地说道 怎么可能 我难道连自己奶奶的坟都能认错吗 蒋老爷子也看向当当 对啊 自己的孙子再怎么混 也不会认错坟呢 你当然不会认错坟 但是如果把墓碑换了呢 当当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无辜 这时的蒋尼才想起来 今天早上自己去祭拜的时候 确实看见旁边的坟被人挖开 当时他还以为是有心愿进去 现在看来 蒋尼捂着头 窃窃地看着不远处的蒋老爷子 他抿住唇根本不敢说 蒋老爷子盯着屏幕上的奶娃娃看了一会儿 然后露出一个笑容 小友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蒋老爷子是一名老兵 身上自带着杀气 可是当当并不害怕 当当对着蒋老爷子软乎乎的笑容 是盗墓贼 偷钱钱 坏人偷尸体作坟 你们家会倒霉的 顿时蒋老爷子的脸都清了 一旁的蒋尼连忙开口问道 那当当宝宝 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呀 说话同时蒋尼手上便刷着礼物 一个一个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 当当抿着唇犹豫了一下 其实你们随便找一个悬门宗人就可以破解 你们那有点远 我不好去 好嘞 等我下次看你啊 听到当当的话 蒋尼就飞速下了 连忙跟上自家爷爷的步伐 屏幕里的当当一脸真长 可是弹幕却不这样认为 就是一个骗子 自己没有能力随便忽悠几句 没想到蒋哥竟然信了 三岁就出来骗人 真是服了 这小孩就算真的是悬门宗人 那估计他师父也是个骗子 原本当当看见这些弹幕并没有什么感觉 他一直都清楚 关于玄学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所以当当本来还是一副笑着软乎乎的模样 可是他圆圆的眼睛在看见说他师父的这一条 脸迅速就冷了下来 当当漆黑的毛子紧紧盯着眼前的屏幕 声音虽然还是软乎乎的 却莫名带着一种含义 最好不要乱说话 会倒霉的 当当的表情很是严肃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身份 但是秉承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些人都停止了自己的键盘 而在某出租屋里 一个戴着眼睛的男人吃笑一声 手继续在键盘上打着 不是 还真的有人相信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要我说 这个小丫头的师父也是一个骗子 还是一个大骗子 估计骗了不少人了 所以现在才让这个小丫头出来继续骗 她没打出一句话 当当的眼神就越来越露 当当怀里的黑黑假妹的眼睛不然睁开 她转头四处看了她 然后像是感觉到什么一样 从当当怀里跳开 隔壁的姜亭正在和自己的弟弟联系 查找当当的身份 根本没有注意到直播间的情况 而男人见到当当不说话 以为自己说对了 笑得更加猖狂 可忽然当当冲着镜头一笑 你要连麦吗 免费 过了好半天 男人才意识到当当说的人是他 他笑着点击申请连麦的案件 屏幕一分两半 男人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身上穿着有些泛黄的衣服 身后的屋子有黑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上班的邋遢大汉 倒是和他的网民抠脚大汉很相配 当当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 嘴角逐渐扬起 你要倒霉了 这几个字当当说的格外清楚 直播间的人包括对面的抠脚大汉都能听清楚 抠脚大汉愣了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猛的上前把脸凑到屏幕上 带着红色血丝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当当 你说又有谁会打我 抠脚大汉说完就满脸不屑的靠在身后的椅子上 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父母都死了 你说谁会来打我 抠脚大汉盯着当当 准备看当当出丑 而直播间的其他人也在等着看戏 无论是哪边出丑 他们都有的看 可是当当却摇了摇头 不是 现在没有人会打你 但是你以后一直都有饭吃 有房子住 听到这话直播间的网友都猛 不是 你管这叫倒霉 我做梦都想这样好吧 对啊 这也不是倒霉吧 而且也不能是像蒋哥那样的 可无论弹幕怎么说 当当都笑着 根本没被弹幕引醒 见抠脚大汉开始不耐粉 当当这才开口 你是父母双亡 但是你的父母不是正常死 你没有工作 有个妹妹 所以你想把自己的妹妹卖了换钱 听到这里的时候 抠脚大汉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个小屁孩还真的有点本事 不过他并不在意 那又怎么样 女孩子又没什么用 当当一脸茫然的看着抠脚大汉 软声软气的开口 所以 因为你父母不同意 你就把一家人都杀了吗 抠脚大汉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但是又很快变得凶狠起来 小屁孩 你就这么喜欢乱说话吗 小心嘴被撕烂 直播间原本有些不相信的人 在此刻都动摇了 毕竟抠脚大汉现在身上的凶狠 不是可以装出来 报警 我感觉不像眼的 真的假的 我怎么感觉有点冷呢 我已经报警了 不管真的假的 抠脚大汉在看见弹幕之后 脸上明显慌张了起来 我告诉你 我父母失踪那么多年 你要是能帮我找到 我就原谅你 当当歪头有些好奇 你真的要我帮你吗 当当无聊的戳了戳自己的脸蛋 而他的动作像是 给了抠脚大汉鼓励一笔 当然了 你不是免费给我算的吗 那就帮我找找吧 当当恍然大悟的点点 怎么会有人嫌自己进去的不够快 但是既然他这么要求 还是满足他的 当当盯着屏幕上的抠脚大汉 语气满是笃定的道 那次你和父母吵架 要带走妹妹 争执下捅伤你父亲 见血的你杀红了眼 你母亲和妹妹都没逃出 你对外说他们失踪了 实际上你把他们杀害了 抠脚大汉忍住心里的慌张 看着当当说道 小丫头 你这么说话可是要证据的 那你说说我把尸体藏在哪里 这件事只有自己知道 只要这个小丫头说错 自己就能出去了 根本就不会暴露 可抠脚大汉刚说完之后 当当的毛子便染上了笑容 你把他们杀害之后 把尸体扔进了搅拌机里 然后砌在了墙上 而那面墙就是你每天晚上 睡觉靠着的那面墙 因为你是自己修建的房子 所以根本就没人发现 后来你说父母失踪了 大家也就相信你了 抠脚大汉顿时猛了 他现在终于知道后悔了 这个小丫头是真的有本事 他疯狂地点击屏幕 想要退出直播间 可是无论自己怎么按 都还是在连迈的这个界面 抠脚大汉猛然站起来 对着屏幕怒吼 你不要乱说 他们就是失踪了 而就在他话刚说完之后 门铃就被人按响 抠脚大汉愣住了 他响起弹幕上说的报警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往外走去 刚打开门 抠脚大汉就往外一阵乱躲 可还是被警察三两下给制服 离开之前 有一个警察凑到镜头面前 有些好奇 这人这个时候都还在开直播呢 见到警察叔叔 当当立马坐着身体 把在角落躲着的黑黑都拉了拐 抓着他的爪子冲着屏幕晃了晃 警察叔叔好 见当当这么乖巧 那名小警察也冲着他笑了笑 刚准备关掉直播 就看见弹幕上都在说着 尸体在墙上 床旁边的那面墙上 小警察挠了挠头 但这么多人都在罚着 他也不容忽视 关掉直播之后 就立即跑去和上级汇报 虽然直播被关掉了 但是刚刚男人凶狠的样子 还立立在目 有些看完全程的网友 是彻底相信了当当的能力 当当还算挂吗 宝宝看看我 我也想算挂 当当看着弹幕 可爱的小脸上下点了点 每日三挂 今天还有最后一挂哦 那你们比速度了哦 开始 当当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炸开一个特响 不是 你们手速也太快了 我钱都还没冲上 这次刷礼物的网友 叫做可爱园子 连麦刚接通 就看见那边出现了 一个长相十分精致的女 可爱园子低着头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然后看向当当温柔的开口 你好小朋友 我想算一下 我这次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当点点头 似乎是料到了他要说的话 可紧接着 当当又摇摇头 一脸担忧地看着可爱园子 大姐姐 这个孩子还是不要了吧 可爱园子顿时愣了 网友也愣了 怎么还有劝别人不要孩子了呀 当当你别以为你可爱 就可以乱说 刚才的事情 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劝人打胎 服了 可爱园子也有些不悦 但是他看着当当 可爱的小脸犹豫了一下 当当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当当歪着头 有些奇怪的反问了 你不清楚吗 原本可爱园子 还有些疑惑 但是下一秒 当当的话直接点 超熊基因 还是不要生下来的好 可爱园子 抿着唇眉说话 这时的弹幕也反应过来 纷纷开始劝说 对啊小姐姐 超熊还是不要的好 这个基因还是打了吧 以后你还会有孩子的 不要害了自己一辈子 看着弹幕 可爱园子好看的眉头皱起 他当然知道超熊的微妇 就连医生都建议打掉 可是 他看着镜头缓缓地摇了摇头 可是我老公很难有孩子 所以我有些舍不得 万一我能教好吗 可爱园子一脸真诚地看着镜头 让人有些愚心不忍 当当揉了揉 有些犯困的眼睛 他用力地眨了眨 最后看向镜头 你想知道生下孩子之后的事情吗 可爱园子有些梦 但是反应过来之后 他摸着肚子摇了摇头 还是不了 未来的事情知道了 反而徒增烦恼 可是 如果这件事还关系到你的父母呢 当当软呼呼的声音继续响起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和他们有关吗 可爱园子愣住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肚子 再想想当当的话 脸上满是纠结 而弹幕上都是劝他的话 小姐姐 你就听听吧 万一是真的吗 就算你喜欢这个孩子 可是这还关系到你的父母 听听吧 可爱园子看着都在劝自己的弹幕 终于下定决心 当当 那你说吧 当当点点头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会带超熊基因吗 可爱园子下意识摇了摇头 于是当当继续说道 有一部分原因是遗传 当当的话刚说完 可爱园子立马摇头 不可能啊 我和我老公基于都是正常的 婚前都做了体检 当当无奈地叹了生气 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万一是他骗你呢 拿一份假的体检报告给你看 可爱园子当场就呆住 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可是为什么呢 他朝着镜头质问 不可能 我那么喜欢我老公 即使是那样他跟我说也没关系 可是跟你说了 你会愿意帮他生孩子吗 大概是怕可爱园子不相信 当当伸出肉肉的小手点了点屏幕 证据就在你家里的柜子 你要去看看吗 可爱园子犹豫了 他现在在公司 虽然公司离家的距离并不算远 但是如果自己去吧 就是真的不相信老公了 但目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连忙劝道 小姐姐去吧 万一是真的吗 去看看吧 可爱园子在心里挣扎很久 然后看向当当 那我现在过去 你路上可以说说 为什么会和我父母有关吗 当当见可爱园子坐上车 戴上耳机后 慢慢地说出那个残忍的事实 之前他是爱你的没错 可是超雄基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等到他想对你大打出手的时候 你怀孕了 都知道超雄基因的人很难有孩子 所以他忍了 可是一旦你生下这个孩子 那么你就会承受双分的暴力 你不敢和父母哭诉 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 直到那一天 你被两人殴打致死 你死后 你的公司会落入他手中 他把你的父母赶出来 但是你的儿子 他对外宣称舍不得 把你父母接到家里 实际上是每天都在虐待你的父母 这个时候 你的父母这才知道你遭受了什么 他们想为你抱不平 但是最后还是死在两人手上 他们对外说是因为思念你 收获了所有称赞 当当把事情说得很简单 但是从这些话中 可爱园子就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窒息的感觉 他摊倒在车里后座上 他一直放在肚子上的手也松开了 可爱园子能想象到 如果自己真的遭受到了虐待 自己可能真的不会说 真的会一直忍气吞声 父母养自己长大那么辛苦 自己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担心 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死 可爱园子拉开车门 禁止往家里跑去 他甚至都来不及关门 直冲着房间的衣柜跑去 耳机里是当当可可爱爱的声音 在衣柜里一件西装口袋里 有了当当的指示 可爱园子很快就找到了一副口袋里的体检报告 看清楚上面的字之后 可爱园子摊坐在床上 他是真的相信了 看见他的反应 网友们都沉默了 他们都意识到这件事是真的 直到他们看见屏幕上的可爱园子满脸泪水 才晃过神来 小姐姐快别扑了 心疼死了 赶紧打胎 赶快离婚 摆脱这个男人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呢 视线扫过弹幕 可爱园子才猛地回过神 他擦了擦眼泪 盯着当当开口问道 是不是只要我打掉这个孩子 和他离婚 那一切都不会发生 当当点点头 当然了 都远离了 怎么可能还会一样 可爱园子对着当当道了一声气 那我现在就去 说着他就准备挂断连脉 可是当当的小耳朵动了动 然后笑着软呼呼地开口 如果你去医院的话 最好换一甲 可爱园子手僵在半空中 他眨了眨眼睛 忽然想起来当当说的那份甲的体检报告 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是不是那个医院 当当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那家医院有他认识的人 所以你离婚之后 最好换一个城市生活 可爱园子的手紧了紧 然后对着当当点点头 谢谢你 小朋友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说完 可爱园子就挂断了连脉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当当对着镜头开始告别 好了 今天结束了 大家再见 说完当当直接关闭了直播 他抱着黑黑有些疲惫地躺在床上 原来算挂这么累点 那之前师傅岂不是很辛苦 奶团子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当江挺推开门 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江挺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过会再来吧 小团子应该是累了 超雄基因后续 可爱园子先是去了医院证实了事情 然后带着父母去了另一家医院档台 他一直躲在自己的老公 搜集证据和他离婚 原本第一次上诉离婚的时候 法院并没有同意 但是那个男人自己忍不住自己的身体 出轨了 等到第二次上诉的时候 法院才同意 可爱园子离婚之后 果然和当当说的一样 他还在筹划着公司搬离的记录 可那个男人却经常来找他 骚扰他 于是可爱园子加快了公司的搬离 带着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这个城市 在三年之后 遇见了另一个男人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边的当当一直睡到了晚上 叫醒他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咕咕叫的肚子 当当从床上坐起来 他抬手捏了捏自己肚子上的肉肉 肚肚饿了呀 没关系了 我带你去吃饭 说着当当就下床往外走去 楼下的姜亭已经等了很久了 见到当当下面 姜亭连忙露出笑容 当当你醒了 快来吃饭吧 当当礼貌地道歇 谢谢叔叔 等到当当吃完之后 姜亭才小心翼翼地开口 当当 你还记得自己的家人吗 姜亭的眼神都带着谨慎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提到奶团子的伤心事 记得呀 当当漫不经心地回答 丝毫看不出来伤心的样子 姜亭愣住 他没有想到当当会是这样回答 他犹豫了一股 继续开口问道 当当 那就你想去找他们吗 现在不想 当当舔了舔自己嘴边的牛奶 师父他们说不定都打了 自己还这么小 才不要去找他们 听到这话 姜亭似乎松了一口气 他心疼地揉了揉当当的脑袋 刚才自己当警察的弟弟都告诉他 他查到的信息是当当是孤儿 其余再多就查不到了 估计是从小就被抛弃了 姜亭握紧拳头 到底是谁会抛弃这么可爱的奶团呢 真是太恶毒了 越想姜亭越觉得心疼 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当当面前 但是也得有个身份 想到这 姜亭蹲在当当面前 小心地开口 当当 那你愿意和叔叔一起住吗 当当歪着头圆圆的眼睛盯着姜亭 和叔叔住一起吗 姜亭点点头 他已经决定好了 要是当当不同意 那就先暂时住在自己家里 过了一会 当当才开口回答 但是当当没有什么能报答叔叔 当当低着头 神情有些沮丧 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 根本帮不来叔叔什么 而且 叔叔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缺钱的样子 听到这话 姜亭松了一口气 连忙挥挥手 我不要你报答我什么 叔叔就是喜欢你 当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看着自己和姜亭身上若隐若现的亲情线 刚准备同意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吵起 姜亭皱着眉无可奈何地拿起手机 看见上面母亲大人的被主 姜亭瞪大了眼睛 对着当当主咐道 当当 你先回房间休息 叔叔接个电话 当当十分懂事地抱着黑黑往楼上走去 然而当走一步 就听到了女人的怒吼 姜小亭 你到底在外面乱搞什么 你弟弟都跟我说了 你竟然抛弃亲女 姜亭的声音非常大 导致不远处的当当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当扭过头对着姜亭笑了起来 然后小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姜小亭 你竟然敢让奶团子喊你叔叔 姜亭揉了揉耳根 十分委屈 妈 我没有 你别叫我妈 明天赶紧带过来见我 姜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给姜亭解释的时间 回到房间的当当抱着黑飞 开始迷恋上手机里的小游戏 于是当当成功地熬夜了 早上起床 姜亭在家里找了半天都没看见当当 她有些奇怪地挠了挠头 奇怪 今天当当断练跑那么远吗 虽然疑惑 但是姜亭并没有多想 她转身下楼开始做早饭 然而已经做好早饭半小时了 姜亭不停地看着时间 不对啊 按理说这个点当当早该回来了 忽然姜亭像是想到了什么 抬头猛地看向门口的房间 连眼神都变得惊恐起来 她脑子升起一个恐怖的想法 该不会当当被拐走了吧 姜亭下意识想往门口跑去 边跑嘴里还边说着 怎么办 当当不会真的丢了 我真该死啊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就在姜亭即将要出门的时候 从楼梯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当当抱着黑黑 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叔叔 你要出去吗 姜亭愣住 然后立即转过头仔细看去 她拿着手机的手座带着微微颤抖 姜亭急忙跑过去抱住 当当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见她没什么事情 姜亭抬头看了一眼楼上 想到之前当当的早起 姜亭怀疑地开口 当当 你是当当起床吗 当当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叔叔 被你发现了呀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睡觉玩游戏 姜亭愣了一会 这才反应过来 当当这是在跟她解释起碗的原因 看着眼前不过自己膝盖高的奶团子 姜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笑着柔柔当当的头 所以当当今天早上才起碗了对吗 姜亭的声音很温柔 让当当放松了警惕 当当抬起头 一脸严肃地点了点 吃饱喝足之后 当当回到房间 打着哈欠开启了直播 刚开 营练而来的就是礼物特效 月亮之星闪动了几十次才看看停下 橘子水的味道 当当是我 多亏你告诉我解决办法 奖离在弹幕上感谢着当当 当当他连忙摆摆手 没事的 你给了挂钱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今天还是三挂 说完 当当冲着屏幕伸出了三根手指 那马上开始第一挂我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 当当的话音刚落 就看见弹幕上出现僵挺的话 当当 人有点多 你可以设置一个服带 抽中的人刷礼物 这样会方便一点 盯着屏幕上僵挺的话 当当皱着没想了想 短胖短胖的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翻着 当当的话还没说完 就停住了 因为他看见服带已经被抢了 当当疑惑得歪头 他身旁的嘿嘿也跟着疑惑歪头 最后当当憋出来一句 我刚刚是不是忘记发了 说着当当小手点向屏幕 皱着小眉毛仔细查看 自己到底有没有发服带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都被逗笑了 别太倒笑 这是节目效果吗 说实话 我也在怀疑当当到底有没有发服带 就是啊 你们的手速也太快了 楼上是我抢到了 但是这个服带是干嘛用的 当当看到记录之后 贪憨地挠了挠头 嘿嘿 我发过了 是大家的手速太快了 想到自己刚刚弄错了 在那么多网友面前丢人 当当的脸色慢慢变得粉红粉红 他戳了戳自己的手指 对着屏幕开口道 那第一位游泳 你要连线还是照片 在听到他问这句话之后 野王是我迅速点了申请连线 按照服带的要求进行打赏之后 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小朋友你好啊 这个直播间是干什么的呀 当当没想到男生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这个 他愣了一下 看向弹幕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乌 此时将挺适时地在公平留言 玄学算命主播当当 月亮之星一次 看到这句话之后 当当了然地点点头 我是当当 是算命波波 你想要算什么吗 哪声哪气的声音落下 野王是我对着镜头挥挥声 然而当当的眼神却一直看着他 野王是我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拖着下巴似乎在想什么 等不及的网友纷纷开始催促 哥们你要没有就让出来吧 让我算 我有事 对呀 你没事抢什么福袋 男生思考了一会无骨 看见弹幕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对着当当开口 要不然我还是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吧 我也没什么要算的 给其他人吧 可就在野王是我准备挂断连线的时候 一直不说话的当当终于开口了 不 你有事情要算 当当的语气带着笃定 这让野王是我正要挂断连线的手艺时间停住 奶团子故作老成地叹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无论怎么学习都学不进去 那是因为你的学习能力是被人借走的 男生愣住了 他之前高中时学习确实很好 可在高考的时候成绩却一落千丈 这时当当的小奶音再次想起 你一直都在认真学习 你也是真的会了 至于你为什么考试成绩不好 那就要问问他了 说完 当当小手指向野王是我身后的一个男生 野王是我顺着当当的手指方向看去 最后落在自己最好的兄弟李莉身上 和他有关 野王是我对着镜头向当当问道 在得到当当肯定的点头之后 野王是我拿着手机往李莉的方向走去 他轻轻拍了拍李莉的肩膀 可李莉却被吓了一条 转头看见野王是我的时候 她的表情闪过一丝不自然 有什么事吗 李莉的眼神很是飘忽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劲 真的是他吗 野王是我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和一个小偷一起生活这么久 甚至还把他当成自己的好兄弟 看着野王是我的表情 李莉这时候反应过来 装作一脸迷茫的挠挠头 你在说什么呀 说着李莉看向野王是我手里的手机 刚子 你在何人连麦呀 直播间的网友看着李莉的样子 不似作强 开始怀疑 这主播骗人的吧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偷人学习能力的东西 要是真的呢 那我怀疑我的学习能力也被偷走 这时当当再一次开口 你脖子上是不是有一个项链 野王是我从伊林里掏出自己的项链 是啊 这还是他妈妈送给我的 说着野王是我瞟了一眼面前的李莉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当当 该不会 这个项链有问题吧 当当一脸认真递点点 你先把项链拿下来吧 听到当当的话 野王是我立马抬手就把项链摘了下来 刚摘下的下一秒 对面的李莉忽然闷哼一声 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忽然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脸色苍白 甚至额头都冒出了汗滴 李莉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事态 捂着心口气喘吁吁的 对着野王是我说道 我有点不舒服 去趟医务室 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宿舍 野王是我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当当无奈地再次开口 这下你相信了吗 刚刚他是被反噬了 那个项链就是媒介 可以偷走你学习能力的东西 只要戴上的 你学会的所有东西都会出现在他的大脑中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两人的距离挨得很近 所以这就是你从高考开始成绩才下降的原因 听着这些话 野王是我愣愣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手里紧紧攥着那条项链 他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李莉的母亲会对自己那么好 经常送核桃给自己是 也明白了为什么李莉总是跟着自己 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父母早王 野王是我忽然想到刚连拜时当当说的 看着屏幕开口说道 这个只需要给别人戴上就自动偷吗 网友们也有些好奇 如果是那样的话 是不是有了这个项链 自己 他们刚这么想 弹幕上就有人对着野王是我出家 我出一百万买下这个项链 我出两百万 你们怎么能这样 那我出三块 看着弹幕 当当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 不是的 这是要经过本人同意的 不然根本不会发挥效果 野王是我顿时呆住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同意的 忽然他灵光一闪 脑子闪过李莉妈妈的话 刚子啊 你这么聪明 能不能借一点给我家莉莉啊 那时的他对李家满是感激 随口就答应了 野王是我摊在椅子上 无奈地叹了头气 当当大师 那这条项链能不能混了 他不希望还有这种东西在自己身边 当当没说话 只见他坐起身来 抬起小肉手对着屏幕上画着什么 紧接着 在野王是我旁边的项链忽然碎了 最后碎成了一滩灰尘 见事情完成 当当丢下一句话 当当 超时了 然后当当迅速结束了这一挂的连麦 好突然 就这样就结束了 我还没看到后续呢 怎么就结束了 当当 答应我 下次别这么干了好吗 可无论弹幕上说什么 当当都像是一副没看见的样子 小手在屏幕上搓了搓 直接发送了福袋 三秒之后 屏幕一分为二 另一半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姑娘 他对着镜头笑了笑 笑得十分腼腆 当当拖着小脸凑到镜头面前 歪着头软呼呼地开口问道 姐姐 我们是不是认识啊 听到当当的话 堪吃小猪有一瞬间的迷茫 但是很快又抿着唇笑了些 在他还没开口之前 他旁边又凑上来两个人 一个是长相慈爱的大姐 还有一个很帅气的叔叔 那名大姐一看到当当就笑弯了一 他指着当当对着旁边的两人说道 对了对了 这就是我说的小神童 说完大姐又看着屏幕里的当当 嘴都要笑脸了 小神童 我终于找到你了 那天我回去找你 连续找了几天都没看见你了 真没想到 我能在这里见到你 大姐的表情十分兴起 当当也认出了面前的大姐 这么想着 当当把视线移到旁边的 贪吃小猪身上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我不是见过姐姐 而是见过姐姐的婆婆啊 贪吃小猪笑着点了点头 可直播间的网友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一头雾水 开始发弹幕询问 所以你们在说什么 可以告诉我吗 有什么事情 是我这个VIP不能听的 快点告诉我 当当没说话 江挺叔叔说 当当现在在网上是玄学大师 所以在街边摆摊的事情 还是不要说出去的比较好 看着他的样子 大姐也有些犹豫 她是看见了弹幕都在问 但是小神童不说 自己还是不说了吧 小神童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见大姐一直没开口 当当心里那点担忧也消失了 捂着小嘴嘴角悄悄扬起 那你们今天想算什么呀 这话一出 贪吃小猪的脸上 闪过一丝忧愁 他身旁的男人 似乎感受到她的担忧 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 当当你好 上次的事情多亏了你提醒 这次我们就是想知道 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事了吧 当当盯盯着她看了一会 然后摇了摇头 不会出大事哦 但是要注意 不要让姐姐一个人在家了 当当的目光下意 仿佛在看着贪吃小猪的肚子 宝宝出生后可能会身体不好 但是都不是什么大事 听到当当的话之后 贪吃小猪整个人都松懈了 上次要不是自己婆婆及时的 她真的害怕会出事 大姐笑着对当当点点头 谢谢小神童 说着大姐又在直播间 打赏了好几个礼物 直播间的网友云里雾里的 看完了这一光 当当二话不说 直接发起了第三次复带 这次连麦的网友 是一个长相很是沧桑 名叫妞妞在哪的大叔 他似乎是蹲在路边 来往有很多车辆 看见屏幕上的当当 大叔笑得很是开心 小神童你好啊 看着大叔的现状 当当一脸严肃地 看着屏幕上的大叔 软声软气地开口 叔叔你要算什么呢 听着这话 大叔挠了挠头 憨憨地笑了笑 小神童 我想算女儿在哪 我已经找了很久了 可是都没有找到 你可以帮我算算 妞妞还在不在吗 难怪叔叔的名字 叫做妞妞在哪 原来是这样 我真的 我哭死 他找了那么久 最后只是想知道 妞妞还在不在 如果当当说在 那他还会一直找下去 他可能不是那么相信当当 但是还是想问问 看着弹幕 当当也明白了 为什么大叔 不直接问妞妞在哪 当当眨了眨眼睛 歪着头开口问道 那你就不想知道 他在哪 这话一出 大叔的身子都愣了一下 他迅速抬起头 看向当当 声音都带着颤抖 像是难以置信 你真的能算出来 他在哪吗 直勾勾地看着当当 仍然在期待着 当当当帮他吧 没事的 叔叔你相信当当 他一定可以帮你 找到妞妞的 实在不行 你把信息告诉我 我就不相信 直播间这么多网友 还不能找到一个人 当当看着弹幕有些无奈 好了 我又没说过吧 不过在看向大叔的时候 当当的眼神 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现在是在哪 离你自己的村子近吗 大叔有些诧异 当当会这样问 因为自己现在 离村子还是很近的 他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近的 骑车半小时就到了 当当盯着他的面相 看了一会 忽然站起身来 看到当当的反应 大叔一时也慌了神 他着急地对着当当开口 小神童 不会是我家妞妞 真的出什么事情了吗 当当没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看向屏幕旁边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你先回村子 等一下我再细说 说完当当就离开了镜头面前 直播间里 只能听见当当 翻箱倒柜的声音 见到这样 大叔也没有坚持在问什么 他骑上了摩托车 将手机固定好之后 直接将油门拧到底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莫名的狠 像是他要是再不快一点 就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这么想着 大叔也有些分事 车头一偏 摩托车直接摔了出去 大叔也倒在了地上 怎么办 妞妞还没找到 该不会出事吧 都怪当当 说话都不说清楚 这下好了 妞妞还没找到 叔叔又摔了 看这个小骗子怎么办 做老板 骗人精 这时当当手上拿着东西 才回到镜头面前 看见镜头的时候 当当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各位哥哥姐姐 你们有离叔叔近的人吗 直播间有一个人说话 我认出来了 刚才大叔连麦的时候 我觉得很像我家附近 现在我已经赶去了 大概过了三分钟左右 一只沧桑的手拿起了手机 镜头晃动 最后定格在大叔的脸上 此刻的大叔的额头上流着血迹 顺着额头一直流到鼻尖 触目惊心 小神童 我现在应该还来得及吧 大叔的眼里满是担忧的神色 让人看得眼睛一酸 当当看着屏幕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自己 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屏幕里的大叔 看到当当的样子 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大叔随手抹了一把 自己脸上的血 毫不在意的说道 小神童你就说吧 我找了这么多年 要是因为现在去不了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就在当当开口 要说话的时候 屏幕那边忽然又传来声音 你好 是妞妞在哪 一辆汽车停在了大叔旁边 一个年轻小伙 赶紧下车走到大叔身边 你好 我是直播间的网友 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小伙很是担心大叔的状况 他没想到大叔的情况 远比直播间看见的还要严重 大叔的手臂和大腿 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 有些地方甚至连衣服都破 小伙连忙上前搀扶住大叔 大叔对着他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转头看向手机里的当当 他的声音带着期待 小神童 我真的没事 现在有人来了 你能告诉我吗 当当看向屏幕当中的另一个人 小伙对他点了点头 我可以送叔叔去的 会保证他的安全 当当放下心来 他对着大叔严肃的开口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但是必须要在40分钟之内赶到地方 听到当当的话 大叔一直紧绷的身体 有了稍微的放松 他拉住旁边小伙的手 就要给他跪下 小伙子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送我过去 我求求你 小伙子连忙拦住要跪下的大叔 叔叔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一定会送你去的 不过想到当当说的时间 小伙子没有犹豫 他扶住大叔就往车上走 我车上有纱布 叔叔你先包扎一下伤口 我来开车 车子一直往前开着 这边的当当也没有闲着 他低着头手上似乎在画着什么 小伙开车进入了大叔的村子之后 速度就慢了下来 他转头问道 当当 进了村子之后要去哪里 大叔也显得有些无措 他迷茫地看向镜头 听到声音 当当才抬头 然后迅速开口 去这个村子最有钱的那家 大叔连忙开口对着开车 小伙说道 我知道 就在我家旁边 小伙点点头 按照大叔的指示开着车 因为镜头一直是后置的状况 不仅当当能看见村子的情况 正在直播间观看的网友 也能清楚地看见 所以即便是在这么贫穷的情况下 叔叔还是没有放弃寻找妞妞 我希望今天一定要找到 不会真的有人会相信吧 这一看就是骗局吧 现在哪里还有这么穷的村子 这一看就是假的 就算是妞妞 说不定这么多年早就死 原本当当看见 那么不友好的弹幕并没有开口 但是在看见有人说妞妞去世的时候 当当一下就冷住了脸 小嘴微张 当当的声音都透着冷 有时候嘴上还是要鸡点灯的 听到当当这么说 有些网友可就不乐意了 你什么意思 我还劝你嘴上要鸡点灯呢 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 回家喝奶去吧 我就说什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看着这群油盐不尽的网友 当当并没有继续开口 他抬起头对着屏幕上画着什么 一直在直播间的网友 当然知道当当在干什么 但是刚进来嘲讽的网友就不一定 你们要倒霉了 都说了 让你们嘴上鸡点灯非不听 马上你们就要倒霉了 开玩笑 竟然敢质疑我们当当小神体 那些网友虽然疑惑 但是看见自己被这么嘲讽 怎么可能忍得下去 他们拿起自己的键盘钢 准备骂回去 就发现了不对劲 此时此刻 他们开始在各个地方上 讨论倒霉 但是怎么形成的 有做了几天的方案 被别人窃取 有喝水都进医院的 等等等等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但随着事情逐渐离谱起来 他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疯狂地在直播间求饶 当当 不 小神童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玄学就是这么乱用权力的吗 要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我们还能放心吗 就怕有人拿着做坏事 这边的当当正看着 大叔那边的状况 无意间挑了一眼 弹幕就看见了这句话 手机上也传来将挺的消息 当当 东西已经送出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 当当抿了抿唇 抬头看向屏幕开口解释的 这个服饰不能拿来做坏事 有限制 而且他们之前就嘴上有愿 符咒只是提前了而已 这么一解释网友顿时就明白 可当当没说的是 这个服不仅仅是让事情提前了 还让事情严重了一点点 此时大叔已经来到了那家门前 他对着屏幕开口道 小神童 我们已经到了 当当点点头 你现在去这家的后院 快一点 不然就来不及了 大叔虽然犹豫 但是他看到当当的神情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心里有种感觉 如果自己今天不进去的话 那自己会后悔一辈子 大叔一路往别墅的后院走去 边走边对着镜头开口 之前我来过 这家人挺好的 我刚开始出门找妞妞的时候 钱还是这家借我的 大叔的语气满是感激 当当看着这一幕没说话 他有些不忍心 可是在大叔抬头 看见眼前的一幕时 他愣住了 手机都摔到了地上 他抬脚朝着前面疯狂地跑去 因为手机掉在了地上 只能听见一片嘈杂声 似乎还有人说自己是警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被一双手捡起 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 他正皱着眉头看着屏幕 嘴里嘟囔着 谁啊 在这还开直播 说着他就想挂断直播 但是当当叫停了他 警察叔叔 那些扶植你每一个人 发一个就好 尤其是那些有伤的 一定要给 警察叔叔严肃地看着当当 虽然疑惑 但是还是点点头 透过他的身子 网友也能看到一些 后面的情统 他们看见有很多警察 站在一起 从别墅里面出来 很多女孩子 他们大多身上有伤 穿着破烂 有些甚至神志不清 同时 他们也看见了那个大叔 他正抱着一个女孩子哭着 女孩子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 衣服凌乱 而那名警察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就挂断了直播间的连麦 直播画面重新回到当当这边 网友都十分好奇 当当到底给了什么东西 但是无论弹幕再怎么讨论 当当都没有开口说事情的经过 他抱着黑黑的爪子 对着镜头挥了挥 好了 各位哥哥姐姐拜拜 下次再见哦 说完 当当的小肉手 毫不留情地关掉了直播间 房间里 当当抱着白虎的柚子 捂着嘴眼睛亮晶晶的 还好我关掉了 不然就露线了 江挺叔叔说了 那件事情现在还不能说 警察叔叔还要追追呢 越想当当越觉得 自己刚才的行为很是机智 他抱着黑黑把他转了个身 这时江挺推开了房门 听到动静的两幼崽神 同步地转头看去 当当歪着头 一脸单纯 叔叔 可话音刚落 当当就闭上眼睛倒在了地上 额头和地板相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江挺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急忙跑到当当面前 可江挺有些不敢碰他 他害怕自己要是碰到了 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会让当当更严重 他颤颤巍巍地拿起手机 嘴里嘟囔着 打120 打120 当当很快被送到医院 接着的刚好是江挺的死对头宋昭 江挺红着眼眶紧紧抓着宋昭的衣服 话都带着颤抖 宋昭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他 宋昭何时见过江挺这副样子 他瞟了一眼旁边正在做检查的小孩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拍了拍江挺的肩膀 放心吧 说完宋昭转身往当当的方向走去 对着一旁的护士开口 让我来看吧 江挺盯着被拉起来的帘子 心里都绝望了 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江母询问什么时候带当当回家的消息 江挺靠在墙边惨淡地笑了下 然而就在众人担心的时候 此时的当当却躺在床上进入了睡眠当中 他正追着云朵王 忽然云朵消失了 出现了师父的脸 当当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眨着眼疑惑地问头 师父 白衣老头轻咳了两个声 乖徒儿 是我呀 我是师父 可当当并没有看他 反而转了个身子 用自己的屁股对着他 扭头哼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你是师父了 白衣老头还在等着下面的话 可等了半天当当都没有再次开口 他有些尴尬地走到当当面前 伸手戳了戳当当的脸颊 哎哟 我的乖徒儿怎么生气了 当当没有说话 只是抬头盯着白衣老头看 盯着盯着当当的眼眶逐渐放红 他一把扑进白衣老头的怀里 我好想你啊 我想回家 我想师兄了 当当哭得小脸通膨 满脸都是泪水 看得格外让人心疼 白衣老头叹了一口气 他轻柔地替当当擦拭着眼泪 声音带着无奈 当当 现在宗门只剩下你一个 你一定要努力啊 当当养着脑袋点点头 可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害怕的 当当紧紧抱住师父 小心翼翼地发问 师父 那可以让师兄来陪我吗 这句话一出 白衣老头的身子僵了一些 但当当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仍然用自己一双满怀期待的眼睛看着他 白衣老头抬手摸了摸当当的脑袋 当当 你师兄现在来不了 你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听到这话 当当情绪忽然变得有些低落 他垂着头轻声嗡了一下 当当和白衣老头玩了一回 忽然白衣老头捂着自己的嘴猛地咳嗽起来 就连身形都带了几分 当当伸手去碰 可是却和刚才不一样 他几乎要碰不到师父的身体 师父师父 你怎么了 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白衣老头努力扬起笑容 乖徒儿 师父没事 现在你在做什么呀 说到这个 当当可就来精神了 师父 我跟你说 我现在也在帮人算命哦 是直播算命 当当的神情带着思思骄傲 看着他的样子 白衣老头的眼里闪过一丝心头 他捏了捏当当脸上明显少了的肉 笑着开口 当当真棒啊 现在都能帮人算命了 不亏是我最厉害的徒弟 对上师父的眼神 当当笑弯了眼 白衣老头神色一僵 然后犹犹豫豫地说道 当当 你最近赚到钱了吗 说这话的时候 白衣老头的脸颊都有些红 眼神飘忽 可当当却没感觉到什么 一脸真诚的回答 当然了 师父 我最近赚到好多钱钱 购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边说着当当 边吸溜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张大了自己的双臂 仿佛那些好吃的 就在眼前自己正在环抱着一门 白衣老头的身形越发淡了起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也清楚自己待不了多少时间了 于是他闭上眼睛心意和 当当 那你可以给师父一点了 白衣老头的神色满是羞涩 他没想到自己都一把年纪了 现在不仅要靠最小的徒弟养宗们 还要养自己 可下一秒当当 十分欢快的声音就响起 当然可以了 师父 我的钱钱都给你 当当的眼睛亮晶晶的 眼里只有自己的师父 白衣老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捏了捏当当的脸颊 就给师父一半就好了 卡号是 越说白衣老头的身形越等 最后几乎都要看不见了 当当小声抽气着 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盲点头保证 师父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白衣老头的身形逐渐消散 当当 别忘了养宗们了 随着话音落下 当当也终于从睡梦中醒来 他睁开眼睛 却感觉自己的脸颊一阵湿润 可抬眼看去就对上几双担忧的眼睛 黑黑朝着当当叫了一声 正拖了姜挺的怀抱 跳到了当当的病床上 他围着当当左右转着 好像是在检查他还有没有事 姜挺红着眼睛看着当当 他忽然转身跑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手上还扯着一个人 身后的宋昭身无可恋的跟着 他被姜挺推到了当当面前 低头开始给他检查着身体 宋昭边检查边惊叹 眼睛都亮了几分 真是其乐的怪 明明刚才就不回来了呀 可是检查的结果却明晃晃的表示 当当此时的身体很健康 甚至比一般的小孩子都要健康 宋昭放下手上的东西 对着旁边的一行人开口 他现在没事了 听到这话 那边的三人才放下心来 姜挺正准备挤上前去和当当说话 可是却被一旁的姜母 毫不留情地推开 姜母脸上带着笑语 当当啊 你现在身体没事了吗 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呀 姜母的声音有江南特有的温柔 让当当放下防备来 盯着姜母和姜母身后轮脸的大叔看了看 当当又转头看了看被忽略在一旁 却一直看着自己的姜挺 当当忽然明白了 他对着姜母露出软呼呼的笑 阿姨你好漂亮啊 听到这话的姜母笑开了话 他捂着嘴有些羞涩 当当的嘴真甜了 不过当当啊 你都可以叫我奶奶了 听着姜母的话 当当有些疑惑 他转头看向姜挺 对着她伸出手 奶声奶气地喊道 叔叔 话音刚落 姜母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 就连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姜父脸色都更冷一些 姜挺努力忽略着来自自己父母的目光 挤上前去拉住当当软呼呼的声 他的眼神不断往后瞄着 妈 我刚刚说了 当当不是我的孩子 他的话刚说完 姜父就一巴掌呼上了姜挺的背 生而不养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 力道有些大 姜挺闷哼了一声 他转头看向当当 可怜兮兮的开口 当当 你快帮帮我 当当盯着几人看了几秒 然后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他捂住小嘴哥哥的笑起来 阿姨 我真的不是叔叔的孩子 经过了姜挺的第五遍解释 和当当在一旁不断点头 姜父姜母终于相信了 不过知道当当的遭遇之后 姜母眼里的心疼更甚 他摸着当当脸上颤颤巍巍的肉肉 心疼的开口 当当 没想到你的身世这么可怜 你瞅 脸都瘦成这样了 姜母下定决定要给当当好好补补 而听到姨姨这么说 当当也一脸认真地用手捧住自己的脸颊 他轻轻捏捏了 然后点点头 好像是有点 原本当当是可以出院的 但是姜母还是有些担心 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在吃完姜母送来的饭菜之后 当当小小地打了个哈欠 他很困 但是当当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睡 他瞥了一眼旁边 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姜挺 小声地叹了口气 算了 就一会应该没事的 当当的大眼睛低溜溜地转动了几句 最后视线落在了自己盖的被子上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绝好的主意 开始用力地拉着被子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放在被子上面 顺着被子成功落地 当当抱上黑黑转身出了病房 可站在医院门口 当当却有些迷茫 师父说了卡号 可是要这个有什么用呢 他站在原地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结果 显然这个事情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 就在当当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朝着他走过去 男人的声音有些奸细 又带着些许沙哑 听着让人有些不舒服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你的爸爸妈妈呢 听到声音 当当努力地探头望去 只见面前的男人长得有些瘦小 但是当当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恶 而且这恶意不光光是对他 这个男人手上有很多的血型 在当当的视线里面 男人的身后站着许多的声音 他们有大游行 但唯一相同的就是 他们都在撕咬着男人 面前的男人见当当一直不说话 就睁着大眼睛看着他 他忽然想到 这个小孩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也对 要是正常的孩子 身边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大人在 男人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他转头往四周看着 在发现周围都没有人之后 他一把抱起当当的身子 小朋友 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当当依旧没说话 只是抱紧了怀里的黑黑 男人没有注意的是 在他们走的时候 一个身材高挺的男人正准备进医院 可是在看见他之后 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 男人抱着当当一直往前走 最后走进了离医院不远的 一个废弃工厂里 他放下当当 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当当还是不说话 他看着眼前的人 忽然朝他伸出手 男人有些疑惑的结果 是一部手机 他笑了 笑得很大声 他随手把手机放在一旁 看着是个傻 没想到真的是个傻 连手机都给我了 男人不知道的是 刚才在来的路上 当当就已经用手机打开了直播 毕竟今天还没有直播呢 而手机刚好被男人丢在角落 手机的摄像头 正对着男人和当当的方向 此时的直播间有些茫然 不懂就问 这是在干什么 当当今天不算命了吗 算什么命算命 你看清楚一点 当当都快没命了 应该不会吧 要是没命了 怎么可能会开直播 也有可能是剧本 现在的直播间 不都喜欢搞这些东西吗 废弃工厂里 当当抱着白虎 幼崽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面前的男人看见他这副样子 嘴边的笑容越脸越大 像是在看到什么猎物一样 手里还多出了一把斧头 直播间网友看着这一幕都呆着 我感觉不像是剧本了 快报警了 当当忽然开口 叔叔 你背后好多小姐姐 这话一出 男人顿时愣住 他伸手抓了抓自己的后背 可是却什么都没碰到 转头看去 当当还是那一副真诚的样子 男人顿时变得凶横恶煞起来 他伸手想把当当提起来 可是手上却像是碰到了火一样 感受到一阵灼热 让他不得不收回手 男人怒了 对着当当就举起斧头 那你也去陪他们吧 墙角的黑黑努力的往这边冲着 希望救下自己的主人 直播间这时候才发觉 这根本不是剧本 我不敢看了 我已经报警了 为什么警察还没来啊 谁能来救救他呀 同样在直播间看见的几人 都在努力寻找着当当的身影 想离开着车正往查到的地址感觉 睡醒的姜婷在看完监控之后 也疯狂地往医院外面跑了 就在当当准备做什么的时候 男人忽然被人一脚踢开 倒在了地上 当当疑惑地发出声音 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很帅的哥哥站在面前 他表情冷漠 无比厌恶地看着地上的男人 却在转头看向当当的时候 有些僵硬地带上温柔 蹲下身查看当当的情况 你没事吧 当当摇摇头 他的耳朵动了动抬头看去 刚才的男人已经站起 表情猙獰地往这边冲来 手上还举着斧头 当当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出手 他举起肉肉手就准备在空中画 可没想到抱着他的帅气哥哥 就像是后背长了眼睛一样 甚至连头都没回 再一次把男人一脚踢飞 这次的力度明显比上次很 男人躺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肚子 久久起步 当当瞪圆了眼睛 惊呆了 竟然有人不靠服就能让坏人倒地 看着眼前半张的嘴的小孩 姜如年眉眼更加温柔了 他点了点当当的额头 声音不自觉带上些许丑蜜 小孩回神了 感受到额头的触感 当当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软声说道 大男人几乎都要哭出来 当当也知道是自己没脸 他伸手安抚地拍了拍姜挺的头 视线在看见一旁站着的姜如年时 当当笑弯了眼 他伸手指着姜如年对着姜挺开口 叔叔你看 是这个哥哥救了我 听到当当的话 姜挺伸手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站起身来就想和当当的救命恩人道歉 可是他没想到一转头 看见的竟然是自己的弟弟 面对姜挺疑惑的表情 姜如年倒是显得十分自然 他冲着姜挺点点头 哥 姜挺看了看怀里迪荡荡 又看向自己的弟弟 忽然一个盲点被他发现了 姜挺瞪大眼睛 他伸手颤颤巍巍的指向对面站着的姜如年 一脸心痛地开口 当当 你喊他什么 偏偏当当还看不出姜挺的脸色 十分欢快 声音洪亮地回答道 哥哥 说完他甚至还补充了一句 是帅气的哥哥 这一通话下来 姜挺感觉自己要心梗了 深呼吸了几下 然后抱着当当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走 站在中间的黑黑盯着自己被抱起来的主人看了一遍 然后嗷呜了一声 叼气正在直播的手机就跟了上去 回到病房 毫无疑问当当就收获了两双充满担忧的眼睛 姜母急忙上前接过当当软软的身体 我的小乖乖啊 还好你没事 当当也知道这次自己算是闯祸了 他伸出手抱住姜母的脖子软乎乎地蹭蹭 阿姨不怕 当当没事 见当当这么说 姜母也没有再说什么 把当当放在床上安顿后 姜母再一次开口 当当啊 你为什么要自己跑出去 听到这话 当当偏过头 手指对着戳了戳 有些心虚的开口 阿姨 我出去找卡号 找卡号 什么卡号还需要找 不仅仅是病房里的僵尸一家人猛了 就连被黑黑叼在嘴里的一众网友也猛了 当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姨姨他们也不知道了 然后当当握着拳头像是在为自己打气一般 眼里充满了坚定 算了 还是当当自己找找吧 勇敢当当不怕困难 床下的黑黑甩了甩脑袋 带着手机轻轻一跃便跳上了床 他把手机倾放在当当面前 然后用自己毛茸茸的头拱了拱当当的手机 当当回过神来 盯着眼前的手机 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开着直播呢 于是当当抬头看向姜体 叔叔 我可以在医院直播吗 当当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文言姜母有些犹豫 他担忧地看着当当 当当 你刚回来 还受了那么大的惊吓 要不然今天还是别直播了吧 当当歪着头思考了一步 他才摇着头奶生奶气地开口 可是当当每天直播是答应过哥哥姐姐 当当不能做一个坏孩子 当当抬头继续眼巴巴地看着姜体 如果医院不能直播懂 那叔叔可以送当当回家吗 当当回去播 直播间网友听到当当的话感动得多快 没想到当当竟然这么在意直播这件事 那些玄学的人一天天地就知道收钱 根本不像当当这样 这也算是我们和当当之间的约定了吧 话说 当当到底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呀 没事的 当当 今天不直播也可以的 对啊对啊 刚才我都受到惊吓了 更别说一个三岁的孩子了 而当当的这番话也被站在门口的三人听见 宋昭穿着白大褂 他扶了扶眼镜看向面前的两人 一个是姜体的弟弟 一个是蒋太子爷蒋年 宋昭的视线又转向当当身上 看来这个小孩认识的人不少 几人相互打了个招呼 走进病房 宋昭照例给当当检查身体 检查完毕之后 宋昭低头在手里的病例上写着什么 随口说道 如果很想直播的话 也不是不行 但是注意不要打扰到别的病房的人 说完宋昭收起手上的 抬眼就看见当当用一副星星眼看着自己 宋昭轻咳了两声 然后在众人都没注意的时候 伸手捏了一下当当的脸 他转头对着后面几人开口 目前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 说完宋昭就准备离开房间 可是在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转头对着几人补充道 但是要适当注意一下孩子的心理 毕竟 直到宋昭走后 江富将母叮嘱了两句眼离开了 江母要赶着去给当当弄好吃的 仍然待在房间里的三人开始了大眼瞪小眼 当当没有管他们 直播时间已经错过很久 他飞快地拿起手机 找到一个不定的角度放好 大家好呀 久等啊 当当笑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对着镜头挥手 虽然知道当当看不见 但是有部分网友还是忍不住对着屏幕挥手 就好像他们站在当当面前一样 当当好呀 妈妈来了 妈妈的乖乖不 其实今天可以请假的 也不需要每天都直播 当当 你要找什么卡号 弹幕有些五花八门 当当盯着几条看了一会 然后开口回答 刚才医生哥哥说了可以直播 当当找卡号 要给师父转钱钱了 我已经不是两岁小孩了 我可是要挣钱养宗门的人 说这话的时候 当当挥舞着小手 仿佛在为自己增加气势一般 弹幕都笑疯了 什么宗门还需要一个小孩来养 那得倒闭吧 现在师父已经要问一个这么小的徒弟要钱了吗 那宗门该多破呀 当当我知道你不是两岁小孩了 我猜当当一定是觉得 两岁是小孩 三岁就不是了 你们笑得好大声 给当当留一点面子吧 不仅仅是弹幕在吵 当当身后的三个男人也在吵 姜亭 当当已经没事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江入年 我还有事情要问当当 蒋梨 你们都照顾不好当当 我爷爷说了要把当当带回去 原本江亭只是想赶走这两个看着不顺应 可是一听到蒋梨的这番话顿时就怒 他伸手指着蒋梨 蒋梨 你什么意思 由于过于激动 导致江亭的声音几乎破音 但是蒋梨像是没看到一样 他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水 踩抬眼看向江亭 难道不是吗 今天要不是江入年 刚说完就看见弹幕上都在轻易似的刷着 当当看身后 当当快看后面 三个男人要打起来了 想不到有生之年能看见太子爷和别人活 看着奇怪的弹幕 当当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去 只见三个大男人在吵吵闹闹闹 像极了当初在宗门里师兄和师父吵架的样子 当当小小的叹了口气 然后再一次费力下床跑到三人面前 叔叔 哥哥 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声音 几人的身子都要僵住 最终还是江亭迅速反应过来 他搂着旁边两人的肩膀笑嘻嘻的开口 我们在交流感情啊 当当认真地点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那叔叔可以先出去吗 当当要直播咯 当当伸手指了指病床上的设计 当然可以 这次是奖励率先回答 三人笑着往门外走去 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是好兄弟 门被关上 当当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轻轻拍了拍 生活不易 嘟嘟叹气 然后当当跑向病床 对着镜头笑了笑 现在可以了 当当小手点了点就开始了第一个孵带 三秒之后 当当小手扒拉着屏幕 在后台看见了这次中奖的网友 脆皮大学生中的战斗机 盯着这个网名看了一会 当当后之后觉得开口 这个名字好长哦 战斗机 你要连麦还是照片啊 他的话音刚落 屏幕上就出现了申请连麦的字样 随之而来的是月亮之星的特效 屏幕那边是一个戴着眼镜 看起来很苍老的中年人 当当歪着头有些疑惑地盯着他 叔叔 这句话一下就把发呆的网友晃 他盯着当当欲哭无泪地说道 当当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哥哥 你是哥哥 谁的哥哥 话说这主页上写的是27岁啊 哥们说实话 账号的主人在哪 要么就是这哥们续报 要么就是他道号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快快和当当说实话 面对着网友的话 脆皮大学生中的战斗机表情越发奇怪起来 到最后他甚至笑了出 看到这个网友又炸了 鉴定完毕 精神不太正常 眼看着事情要往不知名的方向发展 当当急忙开口 他确实可以喊哥哥 叔叔现在应该是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 对面的网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确实已经不算是大学生了 是一名刚当入职的辅导员 当当看着手机继续开口说道 你是辅导员 那你想算什么 当当眨巴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另一半的网友看着当当的样子 忽然心里一个想法冒出 他故意对着当当说道 要不当当你先算算 我最近遇到了什么吧 我不是要故意刁难当当 我也是从一开始就看直播的 只不过我的事情 我自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听到网友的话之后 当当并没有拒绝 他拿起一旁的奶瓶喝了几口 像是在酝酿着什么 一连喝了几口奶 当当才看向镜头说道 你最近周围有很多人受伤 其中有打游戏气到进医院的 有走路走骨折的 有憋笑把鼻动脉笑裂的 打酒架把血小板打没的 打哈欠 停停停 别说了 对面的战斗机网友捂着脸有些丢人 他急忙打断当当的话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播间的网友都已经要笑疯了 虽然很紧 但是我真的憋不住 我忽然明白了他网民的含义 你们别再笑了 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容易死 不吹 上次我去医院检查 血小板舞 你确定你还活着吗 那是丧尸了吧 我隔壁的隔壁的朋友 下床的时候把自己摔骨折了 一个宿舍三个全进医院了 楼上开大号说话 那个朋友就是你吧 不过辅导员是真的惨了 看到弹幕之后 当当才知道这个辅导员的工作这么不容易 顿时当当看向战斗机网友的眼神都带上心头 战斗机网友很是无奈 当当啊 你说是不是我就不适合当辅导员了 边说着网友就开始质疑自己 甚至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对 我可能需要换一个工作 短短三秒时间 网友已经把自己之后的生活都想清楚 他拿起手机就准备打辞职报道 这时当当的声音终于传进他的耳朵 不是啊 网友顿时震惊了 他猛地抬起头看向当当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真的吗 当当 你确定你不是在哄我 当当认真的摇摇头 当然是真的 那些事情都不是你的原因 只是他们身体不好 战斗机网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抬头看向当当当当 那这些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战斗机网友的眼睛亮晶晶的 在期待着当当说出拯救他的话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也直勾勾地盯着当当 但当当却摇了摇头 自然的事情不可强行改变 这句话一出 战斗机网友的眼睛瞬间暗淡了下 他摊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都为你了 看着他的样子 当当再一次开口 不过 你要是一直认真工作的话 以后会更好的 当当的话音刚落 面前的战斗机网友又肉眼可见地开心了起来 他钻着手深吸了一口气 那我一定继续努力工作 战斗机网友最后对着屏幕上败了 嘴里念叨着 希望早日升职 早日升职 挂断连麦之后 他又给当当刷了几个礼 当当并没有急着发下一个负担 而是对着镜头一脸认真的说道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虽然睡觉觉很开心 但是也要锻炼了 当当希望哥哥姐姐们都健健康康的 小孩子软呼呼的声音 带着亮一样传入直播间每一个人的耳中 网友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当当怎么可以这么甜了 当当双手捧着自己的小脸蛋 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了 毕竟 说着当当捏住自己的小鼻子 脸颊皱了皱 医院的药药真的很苦 说完当当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一样 小舌头吐了土 满脸痛苦 这时当当趁众人都没注意 偷偷发起了福带 等到有一部分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福带已经被抢光了 虽然网友都痛惜自己没有抢到福带 但是没有一个人对着当当说中 这次抢到的网友名叫花开富贵 连麦刚开始 对面就出现了一个长相秀美的女孩子 她对着镜头哭诉着 当当 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啊 是不是因为我这辈子就没有讨花呀 就是个绝缘体 当当对着花开富贵摇了摇头 你并不是绝缘体 但是你找不到男朋友确实有你自己的原因 对面的花开富贵也有些疑惑 当当你说吧 我能接受 看着她严肃的样子 当当抿着唇笑了笑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受从 长大之后也很努力 明台大学毕业 现在工作也挣得很多 但当当接下来的话直接让花开富贵愣住 可是你有一个问题 不相信别人 认为都是骗子 话音刚落 直播间的网友就迅速反应过来 我好像明白了 我身边人找不到男朋友就是因为这个 当时班级里的男生对他好 他还以为别人要谋害他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幸 俗称在心里装了一个反债 屁屁 警察叔叔都夸你 看见网友的调侃 花开富贵在心里回想一下 自己好像确实是不相信任何人 再次对上当当成车的大眼睛 花开富贵有些不好意思 当当 那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有时候真的不相信 当当被问的掖住 花开富贵或许也是觉得自己问的有些过分 他对着当当歉意一笑 算了 还是顺其自然吧 可他没想到 他刚说完这句话 当当就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他对着花开富贵开口 认真地说完这句话 听着他的话当当猝起了小眉毛 当当像是在犹豫着什么 最后才十分纠结地开口 你也可以改变一下 年纪小也可以疼人的 说完这句话 当当输了一口气 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真诚 那样的话说不定就很快了 屏幕里的当当眨巴着眼睛 脸上仿佛写着几个大字 这样说应该就不算干预了吧 听着当当的话 花开富贵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低头想了想 然后脸上露出释然的笑 谢谢当当啊 可就在挂断连麦之后 直播间忽然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话 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就这样几千块钱就到手了 对啊 这也不算解决了什么吧 要给我 我也能说出来这些啊 这么说我也能去做玄学主播了 你们别算好吧 你们都没看之前发的声明吗 什么声明 只录了 北城公安 近期我是发现了一处人贩族窝点 其中所知未成年受害者累计超过三万余人 感谢当当小朋友提供线索 请大家提高警惕 看好自己的孩子 看着弹幕 当当也有些好奇 于是也点开了网友的链接 就看见了那份公告 原本当当还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到感谢这个词的时候 他忽然明白了 这是在谢谢自己 当当伸手捧着自己的脸 有些害羞的开口 警察叔叔真是太客气了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为自己打完气之后 当当摩擦着小手 对着镜头开口道 那我们来开始下一个福带吧 刚说完当当就准备开启福带 不过他还没弄好福带 屏幕上就连续出现了好几个礼物特效 一个名叫大白鹅的网友 疯狂地在弹幕上发着同一句话 当当救我狗命 一连发了好几个 看起来很是着急的样子 看着这一幕 当当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弹幕上都在劝着他 当当 先让他吧 看起来他好像有很着急的事情 对啊 我突然发现自己也不是那么着急 如果他没什么大事 但是却一直发这句话 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时候 见网友都这么说 当当也没有发福带 他对着刚才那名网友 发去了连麦申请 可是一直等了很久 对的伸手不见五指 镜头似乎也没有人 当当对着屏幕挥了挥手 你好呀 明明当当只是在正常的打招呼 可是直播间观看的网友 却莫名背后一聊 是我的问题吗 对面没有人啊 会不会对面根本就没有人 当当也不是在跟人打招呼 楼上你别这样 这样我更害怕了 看见他们的话 当当有些无语 但又有些好笑 他拖着塞面对镜头 软乎乎的开口 不是啊 对面有个叔叔 不过当当的话音刚落 网友顿时感觉背后更凉了 叔叔 一个男人拿起了手机 他的神色很是慌张 左右看了看 紧张兮兮地观察了一会 似乎世界没有问题之后 男人才看向屏幕 当当拜托你就救我 我遇见鬼了 这还是当当第一次遇见这样的 他有些严肃地坐直了身子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说什么 屏幕那边的男人 就开始疯狂地跑起来 镜头在不断地晃动着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慌张 沉浸是被鬼追 你是懂沉浸的 但是我不想要这么沉浸 什么都沉浸只会害了你 就在一群网友瑟瑟发抖的时候 当当终于开口了 他看着镜头 但是又不像是在看着网友 只听见他说 爷爷 你能不能不要再吓他 他会害怕的 说完当当又看向 还在狂奔的网友 他像是在安抚他 没事的 爷爷没有恶意 听到当当的话 网友总算是不跑 他拿着手机缩在角落里 衣服被吓惨的样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 当当 他真的没有恶意吗 上次我好像看见他了 说着网友像是想到了 什么不好的回忆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他面色惊恐地对着当当说道 那个鬼长得真是太苦 多看两眼我都要做噩梦的成果 不过当当显得更加难过了 低着头神情很是低落 他十分小声地开口 大家不要那么说他 当当手揪着自己的衣服 一双大眼睛都泛上了一层水 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直播间的众人看不见 但是当当却能看见 当当的眼眶越发红了 他吸了吸鼻子 对着屏幕开口 爷爷我可以让他们看看你吗 那边的影子 似乎没有想到当当会这么晚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他有些犹豫 那个小伙子都这么怕自己了 要是其他人也看见了 应该会更害怕吧 当当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 于是他转头 对着直播间的网友开口 你们可以看看爷爷吗 你们看见他就不会害怕 他没有恶意的 因为声音带着哭腔 所以当当说话有些一抽一抽的 当当也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那样说不太好 那半边屏幕上小小飞影 还在对着当当疯狂地摆手 不过当当并没有听他的 当当看着屏幕 软呼呼地笑了想 大家如果害怕的话 可以先出直播间哦 那我开始了 其实不是当当非要直播间的网友们看 只不过凭借他现在的能力 还不能够让爷爷 完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为了减轻爷爷的痛苦 当当只能靠着众多网友的力量 然后众人就发现在屏幕的角落里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影子 那身影满身伤痕 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甚至手和脚都断了 看清楚之后 直播间的网友眼眶顿时就湿润了 当当也适时地开口 我不太清楚爷爷到底是谁 但是我知道他很伟大 他经历过很多痛苦 这句话当当并没有撒谎 他能清楚地看见 那名爷爷身上散发着的金光 所以这也是当当 没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原因 那个爷爷似乎也知道了 自己被别人看见 对着镜头笑着 即使看不清 即使脸上都糜烂了 可是大家还是能感受到他的善意 离他最近的大白鹅网友也愣住 他愣愣地看向身影的胸口 那里之前似乎有一件衣服 现在还能依稀看出他的样子 而这时直播间的网友集体泪崩了 这是我们的先辈 用自己的一生做贡献的人 即使他血肉模糊 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胸口的那种标记 爷爷应该很宝贝吧 不然怎么会这么久了 还是能看出来 我好难过呀 刚才我还在说着不要看见你 对不起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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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当当的直播间也小小上了一把热搜 那些为我们做出贡献的先链 震惊了震惊了 网友大白天竟撞到了鬼 求助当当却发现 撞到的竟是革命先辈的阴魂 一时间 所有在直播间和后来看热搜涌路的大量网友 无一例外的都泪崩了 这是真的假的 有时候你怕的鬼 是保护你的人 他站那么远是因为害怕吓到我们吗 围楼上 是因为之前直播间有说害怕的 我真该死啊 这是最可爱的人 我怎么会说我害怕呀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弹幕上道歉 当当软着声音再一次开口 所以爷爷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了 他的话也打正在愣神的大白鹅网友惊起 只见大白鹅忽然泪流满脸 他跪在地上对着声音的方向不断磕着头 对不起 之前是我的不对 他努力忏悔着 不过不远处的声音有些不知所措 声音似乎是想把大白鹅扶起来 可还没等靠近他 声音又往后退了两步 看着这一幕 大白鹅网友感觉自己的心都在刺痛着 都怪自己之前说的话 大白鹅哭泣着转头看向当当当 你不是说你能帮他吗 你帮帮他呀 直播间的其他网友也在疯狂刷屏 当当你帮帮他吧 求你了当当 他是最可爱的人了 帮帮他吧 和弹幕一起的是多到看不清屏幕的特效 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 都想要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忽然弹幕上连续炸开十多个特效 还带着专属的力量 网友都猛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官方好 官方都下场了 怎么可能还是讲的 当当就算是为国家做贡献 我给你刷很多很多的力量 当当当他吧 看到他这样 我真的很心疼 难以想象 一个人究竟遭遇了什么 才会变成那副样子 弹幕既心疼又担心 他们害怕 害怕当当不出手 这边的当当对着镜头 严肃地点着头 当当当然会出手 不过 这次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听到这话 最大反应的人不是直播间的网友 而是那名爷爷 爷爷面色焦急 他对着镜头疯狂摆手 即便自己的手已经有一只不在了 即使是在现在 他还是不想麻烦别人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这是他从一开始就记在心里的 也是他记了一辈子的 见他反应那么大 当当扁着小嘴泪眼的咄嗦 爷爷就让我们帮帮你吧 听到当当的话 网友也清楚了 现在是爷爷不愿意 不愿意麻烦群众 当当你说要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爷爷请相信我们 我们都希望你好一点 下面的弹幕都在刷着 见状爷爷摆手的动作也小了下来 看见时机差不多了 当当闭上眼睛开口说道 现在大家一起闭上眼睛 心里一起默念 一时间 在各个地方 无论是男女老少都闭上眼睛 相同的是在他们面前 都摆放着一部手机 有些直接打电话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通知这件事 就连当当旁边的黑黑也不例外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可是没有人觉得无聊 中途也没有人睁开眼睛 直到感觉差不多了之后 当当才小心翼翼的睁开双眼 原本虚弱到几乎看不见的爷爷 此刻也能清楚地看见 而且他脸上身上的那些伤口 几乎都消失了 看着他年轻的脸庞 当当张圆了嘴巴 挖得惊呼一声 这一生也够得其他人睁开眼睛 不过每一个睁开眼睛的人 眼里随之而来的是浓烈的心疼 那哪是什么爷爷啊 明明看着比他们还要小 大白鹅网友也睁开了眼睛 他有些出神地看着面前的人 感受到目光 爷爷笑着憨憨地挠了挠头 他对着屏幕认真的敬了一个人 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口 可是大家并没有说自己听不懂 而是涌出一种熟悉感 爷爷知道是因为面前的 这个小奶娃和那些看不见的人 自己身上的伤口才不疼的 才会好的 不用谢 我们才最应该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感谢你们 感谢 当当对着爷爷开口说道 爷爷 你还想问什么呢 我们胜利了吗 爷爷下意识脱口而出 像是不需要考虑 从心里就埋藏着这个问题 今天我的眼泪不值钱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把他们都赶跑了 你们是最厉害的人 他看起来比我们还小 看着上面的弹幕 他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玉 爷爷有些别扭 但是又抑制不住的自豪 不过当当很快再次开口 爷爷 你还记得什么其他的事情 比如自己的名字 爷爷低着头努力想了想 过了一会他无奈地摇摇头 他无所谓地笑着 时间太久了 俺都忘记了 说着爷爷转头 看向旁边的大白鹅网友 在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的时候 他有些无所谓 你哭啥呀 俺又没怪你 俺之前就是想问问 为啥现在不一样了 不过俺那时候 不知道为啥说不了话 爷爷看向屏幕又笑了笑 原来是我们胜利了呀 现在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爷爷只是好奇 看起来可怜极了 弹幕有些慌 他们既心疼当当 又害怕先被看见会难过 于是纷纷开口安慰 当当别哭了 爷爷才不想看见你哭呢 他们喜欢看我们笑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要开心 爷爷看我多开心 那边的爷爷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当当 可是下一秒就听见 当当乌叶着开口 爷爷太惨了 他被坏人打断手脚 还被割了舌头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弄住了 他们抬头看向屏幕里笑着的人 原来他之前不能说话 是因为这个 舌头被割了 人都能咬舌自尽 舌头被割了会有多痛苦 他们不敢想 况且这只是他们知道的 那些不知道的呢 会有多残酷 或许是感受到了网友的心情 爷爷笑得很是无所谓 俺真的不疼 真的 可无论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 爷爷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所以一直都无法投胎准时 说这话的时候 当当低着头神情有些低落 他也不知道爷爷爷的名字 自己真没用 那边的爷爷再一次开口 奶娃子 你别难过 这么多年俺都习惯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笑了笑 奶娃子 爷爷相信你 弹幕也都在说着 当当我们相信你 爷爷看到我们现在的大好河山了吗 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 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努力 谢谢您 谢谢您 就在弹幕和爷爷热情互动的时候 当当忽然猛的一拍脑袋 爷爷 那我开始了 说着当当就对着屏幕 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动作 这边的当当有些紧张 虽然自己师父经常说 自己是宗门里面最有天赋的人 但是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召唤 当当的额头不断冒出虚恨 过了一回 在屏幕那边忽然变黑了 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感觉 大白鹅网友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 这种一样就连看直播的网友 都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直到后面的大门开始显现 有两个人影从里面走出来 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当当率先开口 叔叔 你们好呀 当当抱着旁边的黑黑 一起挥舞的小鼠 我叫当当 这是黑黑 那两人黑影看不清容貌 但是还是对着当当点了点头 直播间的人作为肉眼烦 是不能看见黑白无常的 但是当当和爷爷是能看见的 当当没有犹豫 直接对着他们开口 叔叔 可以帮帮这个爷爷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的 当当的一双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屏幕 满是期许 那边的爷爷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心里也在期待着 可是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 其实在之前爷爷就见过这两位的 不过因为自己失去了记忆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并不能跟着两位大人离开 就一直在这世间游荡 成为了孤魂野骨 在当当的视角中 两位大人盯着爷爷看了一会 然后拿出了一个小本本番看 他们一直没有回复 爷爷眼里的期待也慢慢消散 他朝着当当笑着 眼睛却亮亮的 没事的娃娃 俺每天看着这里也挺好的 后面的那句话他说得极轻 轻得几乎都要听不见了 他说 那些战友都在哪 他的这句话也被直播间的网友听见了 身旁的大白鹅 梗着脖子对着面前人吼 一定会回来的 都会回来的 当当没有回答爷爷的话 只是红着眼睛看着两位大人 嘴里念叨着 其中一位大人对着当当点点头 可以 我们带他回去 说着大人又补充了一句 因为他身上的功德现在已经很高了 完全可以支撑他进去 听到这话 当当的眼睛瞬间亮起 之前还没落下的眼泪 顺着脸颊滑到衣领里 带来阵阵潮湿 那边的爷爷也听见了两位大人的话 他当场愣在原地 然后对着他们道谢 谢谢你们 看着他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也大概猜到了 事情大概是成功了 希望爷爷下辈子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在我们和平了 在网友发弹幕的时候 有一缕缕金光顺着 飘进了当当和两位大人的身上 尤其是爷爷 身上亮的几乎都快要发光了 两位大人带着爷爷刚准备离开 当当忽然想到了什么 喊住了他们 大人 这个您拿着吧 话音刚落 两位大人手上就播出了一个东西 说完当当又对着爷爷开口 爷爷 这个给您 看着手上的东西 爷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还是收下了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收下 这娃子是不会罢休的 肯定又会说一大堆话 还有那些看不见的人也一样 大门缓缓关闭 当当也卸下了身子 他摊在床上看向镜头 神情疲惫 好了 我有点累了 大家拜拜啊 网友自然也是理解的 也没有强求什么 只不过直播关闭之后 网上仍然是刚才的事情 这件事情甚至还引起了上面的关注 病房里的当当抱着毛茸茸的黑黑 就躺在床上睡去 这天晚上 官方再一次发出了声明 基本上都是感谢当当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作为一个官方 是不能在明面上光明正大的说玄学的 所以公告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些含糊起词 当当或许是前一天有些累了 所以第二天并没有暗示起床 而姜母心疼当当 又觉得住院久对身体不好 于是姜母让姜婷把当当接回了家里 当当来到姜家安排的房间 拿着手机在房间里转了转 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便打开了直播 因为昨晚的公告 所以这次直播间的人尤其的多 当当惯性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啊 我是当当 他是黑黑哦 说完了当当还小小的让开了自己的位置 看哦 这是我的新房间 是一一给我准备的哦 在看见房间里的豪华设施之后 网友留下的羡慕极度恨的泪水 我的家甚至都没当当的一个房间打 楼上的 别想太多 说不定你的房子都没当当这个房间值钱了 当当对着镜头甜滋滋的笑着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算挂吧 刚说完当当的小手就迅速开启了第一个福带 这次抽到福带的是一个叫蜜瓜不甜的人 是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子 看起来似乎还没成年 像是个高中生 不过他此时的脸上写满了惊恐 好像是在惧怕着什么 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他紧张兮兮的看向四周 然后又将脸凑到镜头面前低声开口 当当 我杀人了怎么办 不是大哥 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说出这样话 让我感到有些恐慌啊 你杀人了 去警察局自首啊 你报警 当当很是淡定 像是男人说的事情根本不是一件大事一样 你真的确定自己杀人了吗 当当的这句话一出 蜜瓜不甜愣住 直播间的网友也愣住 不是当当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你真的确定自己杀人了吗 痛苦的低下头 好像是不愿意想起什么事情呀 嘴里还不断嘀咕着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看着他的反应 直播间的网友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的精神不太正常了 确实 哪有杀人犯这样的 万一是过失杀人 但是又不敢去自首了 蜜瓜不甜盯着弹幕 在看见这条弹幕的时候猛的站起身来 对 我要自首 我要自首 这时当当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你没杀人哦 人不是你杀的 这句话也成功地让蜜瓜不甜的步伐停住 他转头看向手机 忽然暴怒 他愤怒地将桌上的东西全都挥落在地上 最后崩溃地蹲在地上痛苦 我没杀人 不 我就是杀人了 杀了他 杀了我最爱的人 看着蜜瓜不甜痛苦的样子 当当叹了一口气 你要是想知道真正的凶手 就先冷静下来 听到当当的话 蜜瓜不甜 那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蓄满了泪水 他站起身坐回椅子上 对着当当开口 你说吧 我现在很冷静 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人真的是他杀的 那他就自杀去陪他 如果不是 那他就去杀了那个人 蜜瓜不甜的眼里闪过一丝仇恨 当当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 人确实不是你杀的 你今年25岁 因为长相帅气 所以在女孩子当中很受欢迎 可是你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很是洁身自豪 直到你遇见了他 他很漂亮 温柔 你们相互喜欢 可是谁都没有先开口 听着当当的话 蜜瓜不甜仿佛回到了之前的日子 虽然他和女生一直都没有戳穿心思 但是他已经决定自己要表白了 想到这 蜜瓜不甜痛苦地抱着头 脸上满是泪水 可是那天晚上我就准备表白了 但是我没想到 我会杀了他 蜜瓜不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上面好像沾满了他的鲜血 不过对面的当当却摇了摇头 不是你杀他的 你是不是有个从小认识的兄弟 当当盯着蜜瓜不甜很是笃定的开口 蜜瓜不甜有些微愣 可他很快就想到当当说的是谁 他点了点头 对 我有一个发小 说我去了我的父母怎么办 你觉得他劝你不去自首 真的是为你好吗 当当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蜜瓜不甜 很是好奇 对上是谁 蜜瓜不甜很明显有些犹豫 他颤抖着开口 难道不是吗 当当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当然不是啊 他让你不要去自首 只是害怕你去自首之后警察来着 到时就会查到人其实是他杀的 当当的话音刚落 蜜瓜不甜就急忙反驳 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杀人 蜜瓜不甜摇着头 像是在说服关注 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他对他明明那么好 不可能杀他的 不可能 蜜瓜不甜不敢相信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他发小半的 他会疯狂的 当当皱着眉 脸上带着迷茫 但还是接着开口 女孩很优秀 所以不仅仅是你喜欢上了 还有你的发小 这可能也是他对女孩好的真正原因吧 当当的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真诚 可是听这话的蜜瓜不甜却呆住了 他从来没说过呀 而且喜欢他 为什么要杀掉他 最后几个字蜜瓜不甜说得很重 带着犹豫和不挤 当当到底还是年纪小 根本不懂得大人的情情爱爱 他只能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实话实话 他是喜欢 可是他一直都不如你 之前在老家的时候 就经常被人说你多好多好 他很自卑 自卑过了度 人就会变得疯狂 他第一次来找你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看见了女孩 喜欢上了他 女孩很尊重人 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所以对他很客气 这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占有欲 觉得女孩就应该是他的 所以他对女孩表白了 毫无疑问他被拒绝了 女孩说他喜欢你 还让他这件事不要告诉你 害怕会对你产生影响 可是你的发小 看着你们两个日渐暧昧 他心里产生了妒忌 所以在表白的那天 他让你提前出来 递给你一瓶酒 说是壮胆 你本来就不会喝酒 更别提那是一瓶 加了十几种酒精的酒 他趁着你醉了 在你旁边坚强了女孩 然后又找来了很多人 后面的话当当没有说完 他觉得有些残忍 连声音都带上了哭腔 听完当当的话 蜜瓜布田整个人都弄在原地 蜜瓜布田抓起手机 就往外跑去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蜜瓜布田和他发小住的不算余 这也是当时发小故意选的 所以蜜瓜布田很快就赶到了他家龙下 就在蜜瓜布田上楼梯的时候 当当忽然开口 对了 你去过他的葬礼吗 蜜瓜布田低着头 神色有些落寞 去过 美美的葬礼还是他办的 因为美美从小就是个孤儿 这时候蜜瓜布田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就在蜜瓜布田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当当的话 那你看过他的尸体吗 听到这话 蜜瓜布田很是疑忽 他抬头看了一眼门 然后压低声音 怎么可能 尸体怎么可能会不见 虽然他下葬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棺材里 但是是他亲自送去的 怎么可能会不见呢 说话的时候 蜜瓜布田还在看着门 他害怕自己的声音太大 会让这个杀人凶手跑掉 软乎乎的声音和开门声一同响起 因为尸体被你的发小偷走了